畫面中可以看到園警不斷要求男女出示證件 但兩人卻不肯配合 在人潮眾多的車站附近 女子不斷朝警方逼近 同時出言挑釁 和警方爭執不下 起到下一秒 女子直接坐在地上大喊警察打人 激烈警民衝突就發生在23號晚間 王欣女子在新北耶誕車活動期間 在板橋車站前違規板灘麥登市 嚴重影響交通 被警方發現後 警方要求出示身份證件 起到女子卻不肯配合 接著女子的丈夫到場 將探車推離 想要規避罰款 雙方就在車站前爆發衝突 來聽一下警方罪行說法 同仁見僵持不下 遂告知 如再不配合 將依警察直前行使法規定 將兩人待反鎖查證身份 該名女子突然情緒激動 自行坐倒在地 且大喊警察打人 其先生見現場尷尬 才出示證件配合盤查 本案依違反道交條例 予以取締舉發 最後男子見情況尷尬 才主動出示證件 最後警方也依道交條例 開單裁罰 不過女子仍然堅持自己沒有錯 拒絕簽收罰單